澳門預料今晚至明天會掛1號風球 澳門天氣炎熱 氣象局表示 位於菲律賓附近的熱帶擾動已經發展為熱帶氣旋 預料今晚至明天會進入澳門800公里的範圍 到時將會發出熱帶氣旋訊號 氣象局表示受氣旋外圍的下沉氣流影響 周末的天氣非常酷熱 但高溫有機會觸發雷雨和強烈的震風 天氣方面 預測大至天晴 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慶照最低氣溫第29度 日間極端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第36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稍後會有幾陣雷暴 吹微風 指望星期日和星期一 天氣會逐漸轉懷 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風勢會逐漸增強 可有大浪和湧浪 而隨後幾日還有驟雨 現在33度 相對濕度60% 紫外線指數是2 強度屬於低 到桜上下